众所周知,钟情局的安全屋很不安全,然而特工偏偏不信邪,结果下一秒他就被一枪爆头,其他的同事也没能幸免。 老黑急忙带着女人躲起来,随后朝窗外还击,可惜根本没用,就连本该支援的同事也已经倒在枪口下。 老黑本想带女人去二楼,不料也被一枪撂倒,好在没击中要害,女人迅速抢走手枪,可惜只剩下一颗子弹。 他拿出胶水,暂时堵住他的伤口,随后将化学物质塞进瓶子,再点燃一支蜡烛,将其做成了小型定时炸弹。 很快,一个男人闯入安全屋,他的目标就是眼前的女人。 女人瞬间开枪,男人被打中手腕,很明显两人是老相识,被激怒的男人猛然出手,扎在女人怀孕的肚子里。 就在这时,炸弹终于爆炸,男人瞬间倒地,女人总算是活了下来。 还好这一刀没伤到要害,女人顺利地生下了女儿,但中情局特工告诉他,为了他们母女的安全,女人必须放弃抚养女儿。 毕竟中情局对于害死同事的人,保护程度一向比较低。 女人为了保护女儿,还是忍痛做出了决定。 他找到老黑说出了自己的条件,让女儿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 老黑当场答应了女人,而女人之所以被追杀,都是因为他糟糕的过去。 女人名叫珍妮,曾在美国海军服役,由于她从小孤苦伶仃,加上对枪械的天分极高,所以被上司爱德看中。 两人退役后做起了倒卖军火的生意,珍妮更是凭借自己的美色搭上了另一个军火商,盖尔。 三人合作的军火生意越做越大,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。 珍妮甚至不知道怀的是谁的女儿,但这天她突然发现两人似乎有一些事情瞒着自己,于是来到码头调查。 原来这两人竟然在偷偷地倒卖人口,这触及到了珍妮的底线。 于是她出面向中情局举报,不料反而遭遇爱德的刺杀。 为了保护女儿,珍妮不得不跟她分开,自己也要远走高飞。 临走时,珍妮最后一次看了女儿,随后眼寒热泪离开。 她为了躲避吹沙,独自来到阿拉斯加北部。 在西支战友的帮助下,珍妮在山上安了家。 很快,12年的时间过去了,每年在女儿生日这天,老黑都会给珍妮寄来照片。 可奇怪的是,今年却早了几天,里面还放了一张纸条。 珍妮意识到是女儿有危险,于是根据老黑的指示,珍妮收拾好装备,踏上了回去的飞机。 老黑在机场接到珍妮,销声匿迹多年的盖尔重新出现,并且犯下了弹案。 同时,还在现场发现了珍妮女儿的照片。 直到这时,珍妮才知道女儿叫左依,看来是盖尔盯上了左依。 为了保护女儿,珍妮每天都在她必经之路上蹲守,却从来不敢上前搭话。 直到这天,在公园时,珍妮看着活泼的左依,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。 然而下一秒,一辆无牌照的红色汽车突然出现,珍妮差距异常,立刻组装好狙气箱。 此时,她也发现了盖尔的手下,蜘蛛。 只见蜘蛛一个手势,瞬间冲出几名大汉,朝着左依走去。 珍妮聚精会神,两枪将其解决。 公园内瞬间乱成一团,蜘蛛也发现了珍妮,于是让手下一拥而上。 珍妮虽然枪法高超,却架不住敌真人数众多。 蜘蛛打上了左依的养母,最后将左依挟持成人质。 更糟糕的是,一辆公交车挡住了珍妮的视线,蜘蛛成功地抓走了左依。 眼看手下就要找上自己,珍妮躲在一辆旧皮卡内,趁机将手下撞死。 最后,开足玛丽追去,可惜为时已晚,老黑此时前来接应。 她让珍妮伪装成警察,来到左依的养父母家中。 看到女儿这些年成长得十分开心,珍妮不由得有些心酸。 钟情局很快传来消息,情报显示蜘蛛已经来到了古巴。 于是,珍妮跟老黑联合出动,最终在酒吧蹲到了蜘蛛。 两人前后包抄将其抓住,不料有小弟偷袭老黑。 趁着珍妮分神,蜘蛛迅速逃离。 珍妮抢了辆车,最终直接把蜘蛛撞飞了。 两人立刻对她审问,即便珍妮一圈圈打在她脸上,蜘蛛仍不肯吐露左依在哪。 珍妮忍无可忍,用出了在军队学的审讯术。 蜘蛛扛不住这窒息式的恐怖,最后还是说出了盖尔的藏身地。 不仅如此,蜘蛛此时出言挑戏,声称把左依会成为下一个珍妮。 气得珍妮一脚将其结果,两人回酒店收拾装备。 老黑则在这时问起了珍妮的往事,他十分心疼珍妮的遭遇,同时还向她表白。 可惜珍妮此时满心都是左依,只能暂时拒绝老黑。 两人来到盖尔的别墅外,在珍妮的狙击枪下,外围保镖通通倒地。 老黑则趁机进入其中,悄悄放倒守卫。 随着珍妮进入别墅,老黑剪断电线,别墅陷入一片黑暗。 珍妮在各个房间摸索,总算找到了左依,随后立刻带着她撤退。 虽然珍妮表示自己是来救她的,但左依一直大喊救命,直到她看到老黑,一把上前抱住了她。 珍妮看得出来,左依对老黑十分信任,老黑本想招呼珍妮撤离。 然而,珍妮为了永绝后患,决定回别墅干掉盖尔。 不料,盖尔早就在这里等着她。 迫于枪口的威胁,珍妮丢出了所有武器。 此时的盖尔无比憔悴,由于生意被剿黄,她十二年来只能躲在这里苟延残喘,而这一切都是眼前的珍妮害的。 盖尔自知,今天难逃一死,她只想知道左依是不是自己的女儿。 但珍妮根本不想回答。 盖尔从后锁住珍妮,正要对其动手时,其料珍妮扔出蜡烛,点燃了床。 最后,一刀刺死了盖尔,了结了这场恩怨。 很快,他们一起回到了美国。 左依看着眼前的珍妮,心中已经有了疑问,甚至用手机查询,如何证明两人是母女。 面对左依的质问,珍妮为了保护她,直接回答她们没有关系,并且背上包准备独自离开。 老黑还想劝说珍妮说出真相,但珍妮坚决不同意。 看着老黑开车带左依离开,珍妮内心无比煎熬,不由得失声痛哭。 她回想起刚刚查出怀孕时,自己是多么的高兴。 可惜这一切都化作泡影。 另一边的老黑正准备送左依回家,起料半路发生了车祸。 来者竟然是大难不死的艾德,手下将重伤的老黑拖出汽车,左依不明所以跟了出去。 艾德看着眼前的小姑娘,也想到她就是自己的女儿。 就在此时,一辆摩托机车而来。 原来珍妮一直在后面跟着,她把左依护在身后,看着漏油的汽车若有所思。 可艾德拿老黑当人质,珍妮只能扔掉手枪。 没想到艾德如此心狠手辣,直接开枪干掉了老黑。 珍妮则趁机扔出打火机,汽车瞬间爆炸。 珍妮带上左依一路急驰,逃出了艾德的视线。 两人来到饭店吃饭,珍妮声称自己要带着左依离开。 趁着左依上厕所时,给左依的养母打去电话。 养母瞬间明白珍妮的身份。 珍妮向她保证,只要这件事解决,就让左依回家。 养母也只能听从建议。 珍妮开车带左依来到阿拉斯加,这是二年来她隐居的地方。 珍妮为了不惹麻烦,装作跟战友不认识,却被左依一眼看出。 珍妮也并未解释,她带着左依来到户外。 为了让她有自保能力,必须教给她一些战斗技巧。 两人发现了一头小鹿,左依正说她可爱,结果就被珍妮一枪击毙。 看着碗里的鹿肉,左依怎么也下不去嘴,可珍妮就是要这样教导她。 如果一直这样懦弱下去,遇到危险,她还是无能为力,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。 四日一早,珍妮就叫醒了左依,从今天开始进行训练。 首先是开车,然而左依十分不满,毕竟她才12岁,但珍妮告诉她,敌人不会因为她年纪小而手下留情。 左依也是憋了一口气,非要做出成绩让珍妮看看。 第二天,珍妮开始训练她使用枪械,然而左依十分紧张,一连几枪下来,连目标的毛都没碰到。 在冰天雪地里,左依发现了一窝狼崽子,珍妮正要喊她离开,不料,母狼已经出现在自己身后,珍妮让左依赶紧逃走,自己则趁机对母狼开枪。 圣母亲爆棚的左依还在指责珍妮,幸好珍妮用的是炎弹,杀伤力十分有限。 等两人回到家里,左依再也受不了这些天的遭遇,她居然拿起猎枪对准珍妮,哭着喊着要回家。 珍妮一把抢过猎枪,现在的情况十分危险,如果左依回家,那她的养父母都会有危险。 左依这才平复下心情。 在珍妮的教导下,她的射击水平一致千里,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。 左依甚至问起了她和老黑的关系,却只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。 这天,两人上山埋地雷,发现了受伤的母狼,左依想上前救助,然而珍妮阻止了她。 毕竟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则,但看到母狼身边的狼崽子们,珍妮还是有些触动。 到了深夜时分,她来到母狼的巢穴,给她留下了食物。 次日一早,珍妮刚刚出门,就看到左依在跟狼崽子玩耍,不料却被狠狠地咬了一口。 珍妮开枪示警,吓跑了狼崽子,随后立刻带着左依下山看医生。 谁知在填写信息时,左依不小心说出了真实名字,医生还把名字输入了电脑系统。 珍妮知道,大事不妙,艾德一定会根据踪迹寻过来。 她带着左依来到战友的商店,嘱托战友好好照顾左依,并且留下了一封信。 得知珍妮要送走自己,左依十分焦急,却也无可奈何。 很快,艾德就闻讯赶来,战友立刻向珍妮报告,珍妮却让她不要管自己,赶紧带着左依离开。 左依听到了两人的对话,还是对珍妮耿耿于怀,毕竟她都不敢承认自己的母亲身份。 战友见状只能劝告左依,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不爱孩子的。 左依在战友家中翻找,意外发现了自己的照片,以及珍妮留下的那封信。 左依终于知道,珍妮不是不关心自己,只是她的关心不留于表面。 珍妮在信中向左依诀别,即便她拼了这条命,也要保护好女儿。 左依看完已是泪流满面,她立刻走出房间,毅然居然向山上出发。 与此同时,艾德的手下开着雪橇,驶向小木屋。 幸好珍妮早就布置好地雷,另一个手下刚想拆除地雷,却被珍妮一刀锁喉。 艾德不愧是曾经的长官,她控制好雪橇车,静止撞向小屋,瞬间发生爆炸。 艾德还以为左依就在里面,于是让手下前去收尸。 此时,珍妮伪装成手下,开始收割敌人生命。 而左依此时已来到山上,恰好被手下抓住。 珍妮见状立刻冲来,与左依联手干掉手下。 随后,母女两人乘坐雪橇离开。 他们来到狙击阵地,左依充当观察手。 不料,珍妮刚干掉一人,对讲机就突然传来声音,说左依真有天分,随后一个红点就出现在她头上。 珍妮知道艾德就在不远处,于是她主动吸引注意力,让左依抓紧时间逃跑。 艾德悄悄摸了出来,逼迫珍妮卸下所有装备,两人随即打成一团。 此时的左依并未离开,而是架起的狙击枪,但此时战况激烈,左依根本无法瞄准。 最终,艾德更生一筹,将珍妮牢牢锁住。 此时,一声枪响传来,两人一同滚落。 珍妮倒地失去了意识,原来是左依近距离开的枪。 她以为自己打偏了,刚想上前去找珍妮,不料却突然被艾德抓走。 此时,珍妮缓缓醒来,原来左依用的是颜弹,不过,珍妮却因掉落而左臂骨折。 她看到艾德正要带着左依离开,于是强诊着疼痛开枪。 爱德被当场击毙,左依立刻下车,母女紧紧相拥。 事后,珍妮将左依送回家中,母女两人彻底相认。 珍妮从此一直在左依身边默默保护,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吧。 珍妮将在一位男人之间的摩托,还今道德净还成为小双子。 珍妮从此一直在右依旁,最后有点减弱。